欢迎收看这一周的异想年代 我是天安妮 动画新片DC超级宠物军团 是由金奴李维配音蝙蝠侠 G石强三汉凯文哈特 则分别饰演两只小狗的角色 超级反差迎来粉丝爆笑的回应 那么在片中 拯救世界的超人和正义联盟的成员 竟然遭到绑架了 超级宠物军团 则是发挥力量 拯救落难的超级英雄群 金奴李维凯文哈特 加上巨石强森 好莱坞再创超级梦幻配音组合 在最新动画片中 他们各自化身为狗和蝙蝠侠 效果十足 故事描述超人和其他正义联盟的成员 竟然遭到绑架 这次超级宠物军团各自发挥超能力拯救落难英雄们 Ace deploy K9 You what is a K9 Excellent shielding That seemed incredibly painful 而同样呈现极端反差风格 华人功夫领后 杨子琼 她则是在星座中饰演一位美国华语妈妈 在平淡无奇的一天中突然展开宇宙穿越之旅 而且只有她能够拯救世界 剧情伸展开这屋里头 让云民可以看到截然不同的杨子琼 这部片中呈现不同宇宙中的杨子琼各种不同风貌 抛开形象程度让云民意想不到她本人更是如此 How do you envision I would stand there with hot dog fingers and you know dance around with my co-star Every day when I walk on the set I look at my directors and go like You know I don't know what's happening right You know like don't worry don't worry We'll walk you through it And you go like oh shoot I am in serious trouble again But it was great 双导演Daniels在2016年也曾与电影 让丹尼尔雷德克里夫饰演一具尸体 So this is the life I've forgotten 轮到杨子琼他饰演欧巴桑 却要穿越多重宇宙对抗邪恶 这部电影由复仇者联盟导演罗素兄弟担任监制 因此被称作比Muffel更Muffel的电影 I mean you've seen Jamie She is just so magnificent And so generous in character in person I mean the first email I ever got from her was like Let's ditch the directors and run away together I was like you got me there sister 据行讲述杨子琼饰演的美国华裔移民 每天家庭工作两头烧 女儿要出櫃 丈夫竟然还突然宣称自己来自另一个宇宙 就在此刻原本自认一无是出的她 有机会拯救世界 I've seen thousands of evidence You can access all of the memories their emotions even the skills there's a great evil spreading throughout the many verses and you maybe your only chance of stopping it Don't make me fight you I am really good I don't believe you I don't believe you I don't believe you This time I also had to do physical comedy which is not you know in my normal normal movies martial arts movies I am always the mentor or the graceful one the elegant one that soars across the bamboo forest or you know across the rooftops It was a very interesting way of playing martial arts again and some of the most ridiculous props I mean I'm embarrassed thinking about it So I was going like You are not serious I am not fighting with this in my hand and putting it where I'm not supposed to even mention it 然而这部无里头电影 还是新已出道38年的功夫皇后杨子琼走下神坛 呈现截然不同的演技 她也获今年金马奇幻影展选作开幕片 戏院党齐则排定在四月底与影影相见 借章面杜影志综合报道 台湾知名设计师品牌刚结束巴黎时装周大秀 这次是以光尘为主题 藉由光与火的意义下 让服装呈现强烈的生命力 而在疫情之下 对于每年的巴黎大秀 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一起来看 在无光的黑暗中 一笔花开的火柴点亮火与光 以冲突却不是东方和谐美感的精神 具象出利落挺拔 绚丽而蓬勒的轮廓 多款男装也以内搭休闲印花高领 紧身上衣搭配衬衫大衣 呈现新东方让势 大量使用图腾印花领巾 也成为男女装共同重点配件 随着疫情发展 中药城市时装周线上发表更显重要 过去重新云集的场面 似乎也变得更加聚焦在服装本身 让服装束画在这场巴黎大秀上 也令人更专注地 在这次台湾设计品牌中 记得田尼杜云志整理报道 三位分别来自西班牙 德国的艺术家们 他们以纸钢材压克力等素材 来打造流转回旋 有着精快舞姿 如华尔兹般动感的雕塑 借着雕塑呈现韵律姿态 带人徜徉愉快的春天旋律 来自西班牙的艺术家 特奥圣和西 以刚才创作的立体雕塑 却呈现如中国书法线条般的动态美学 在钢墙的外表下却内运着动感与宁静 他非常强调手感 然后他对于这个大型的雕塑 所要展示的就像一个文字 像一个树一样 然后这个城市的人可以在这棵树下 大家开心的玩耍 还有来自德国的艺术家 安格拉·格莱扎 将纸张层层排列 堆叠出空间感 透过光线折射与撕裂痕迹 让纸张仿佛用不一样的方式 在表述自己 他用的纸是工业用纸 跟我们一般写字的那些纸 其实不太一样 这么轻柔的纸 那么轻薄纸 可是他可以把它展现出 这种非常巨大的这种能量 同样来自德国艺术家 坦加·罗切玛尔的创作 则是带有建筑性 与地景式描绘作品 将平面绘画中的透视 转化以亚克力玻璃 拼贴成立体雕塑 三位不同风格的艺术家 将空间拉出了点线面 如同华尔兹云屋曲的三拍旋律 交织出动人的雕塑美学 借田尼和乃强杜与志 整理报道 感谢收看影响年代 我们下周再会 我们下周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或计划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